那么他举了这五个层面 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之后 然后他做了一个总结 故 浩尔知其恶 勿尔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他说呀 这个故事因此啊 好是喜欢 喜欢一个人 却知道他的缺点和错误 知道他不好的那一面 勿尔知其美 讨厌这个人 但是我还清楚的知道 他美好的一面 说能做到这样的人 在天下是非常少啊 这显示少 天下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的 太少了 正是因为少 所以儒家才认为 这是修行的重要性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按儒家修行 前四目 格物置之诚 诚意正心 为什么要做这四点 体现出来了 体现出来了 因为你要不认真进行自我修炼的话 你就会受到亲爱 贱恶 敬畏 挨金 傲舵 等等心态的影响 最后你受自己情绪左右 对人 对事 不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不能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所以你人际关系是理不顺的 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 那你人生要想走向成功 必须理顺人际关系 把握好人脉 那你怎么能把握好人脉呢 你必须充分的正确的去了解人 了解自我 你怎么能做到准确的了解他人呢 你首先得把这几个毛病去掉 你得不受你这些主观情绪影响 说我怎么能受到 我怎么能做到不受主观情绪影响 能够看人非常冷静客观呢 你得先正心 你得先修心 所以最后落脚点落到这儿来 这是儒家的一大套逻辑 儒家的一整套逻辑 你要不理解儒家这套逻辑 你就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修心 强调诚意正心 他的目的不是说就让你做一个道德先生 道德模范 他是要靠这个 你才心摆正了 不受情绪影响了 你才能够准确客观的了解人了解事 你能准确客观的分析人分析事 你人脉才能理顺 事才能处明白 然后你才能走向成功吗 这是儒家的一整套逻辑 说那为什么前几个自然段不说这事 到这个自然段说这事了 前面那几个自然段 格物置之诚意正心 这四目是你可以独立完成的 不跟人接触你也可以去修的 你说我格物置之 你可以在家闭着眼睛去琢磨 诚意正心 你可以在家闭着眼去修行 可以不通过其他人独立完成的修行 但到修身之后的齐家 治果评价下不行了 必须是跟人互动的 前四目可以独自完成修养修行修炼 后四目 必须在跟人的互动过程当中 才能完成修行 独自一个人修不了的 说我现在想修这个第五目 修身 晚上我就找个深山老林 鸟无人际的地方 我就坐着开始修 这是修不到的 修身必须在和人的互动当中 体现出修身 今天逛商场 他踩我一脚 还没道歉 最后惹得我怒火上来 骂他一句 回来一反思 哎呀没修到位 下回又是广商场人踩我一脚 哎呀心里讲 原谅他吧 也不是故意的 我一笑了之 感觉到自己修养进步了 这是在和人的互动当中 你才能体现出修身 你要一个人在深山老林 你这些事情都不发生 你就天天在那儿想 我要有爱心 你爱谁呀 周春八都没人啊 如果我要有慈悲心 我要原谅人 谁踩我脚 我不跟他计较 没人踩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 这个修行是假的 你说我修很到位 我在山里打坐三年 我终于参透了 不能跟人计较 所以谁踩我脚 我绝对一笑了之 我在山里 自己觉得自己修到位了 明天下山赶急 让一草烹火就上来了 这时候才发现 没修到位 假的 虚假繁荣 这是这个修行 不是真正的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讲修身 是必须和人的互动当中 体现出修身 修身也是 七家也是 治国平天下 都是后四目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靠独自修养来完成 必须和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才能完成 你说我想 把家管好 然后我就 就 就找本书 怎样当好副主 我天天在这看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所以你必须 在跟家人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去修养自己 怎么去调整 最后把这个家庭内部的关系 出和谐了 这才达到七家的这个结果 这一幕你才做到了 这一幕你才做到 所以为啥他说到这儿 才弹出这个问题 说你要控制你的程序 否则你看问题会有偏差 前几个资产段为啥不提 因为要和人互动了 从修身开始 后面这四幕 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那么在你跟人接触 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们 一定要注意 别跟着你情绪走 你一旦受情绪左右 你那心就不正了 正心就做不到了 正心做不到 格物置之就肯定出偏差 然后什么修身起家 治果平天下 统统做不到了 人生就是一团糟了 就把自己的生活 就搞得就非常 非常乱七八糟 诡异 一天非常 他总能碰见烦心事 反正 就走到这个结局了 你看吧 他的人生总那么纠结 所以 你也从反面去理解 要想人生永远纠结 那就跟着感觉走 那就跟着情绪走 放纵自己的情绪 就是追求人生永远的纠结 那么这个 放在这 这个行为啊 它是非常讲究的 行为高到这 它实际在暗示你 开始跟人和人互动了 人和人互动 人和人交往的时候 在这个动态的环境里 你怎样能够准确 客观的对他人了解 把握 你首先要做到 你不受自己情绪的左右 不受自己感情的影响 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 这也就强调了修行的重要性 那么正心 你要证什么 正心很关键一点 在这里做了一个补充 正心就是要让自己客观公正 不被自己的情感牵着鼻子走